在公告上贴出312向16弄汽车停车格最近为什么要收费 主要是因为在大同路二段312向16弄这一代 之前这里十几二十年来都是免费停车 不过却也因此几乎都是少数人在庭引起不少纠纷 在公告上也贴出了细致网络社团的po文 po文者认为公有地却有人当作私人停车位 甚至放交通追战车位民众检举入霸 也让这件事引起热烈讨论 而在经过市府交通局会刊之后 才会决定改为收费停车格 不过这也让停车十几二十年来免费停车的习惯有了转变 引起反弹 首汤其冲的就是第一线服务的里长 所以里长也赶紧的站出来公告说明事情的始末 继前面的明峰街跟另外一个康陵街 我们其实是成为第三个要收费的停车 那原则上这个巷道16弄的巷道的所有权人 是属于新北市管理单位是养工处 当然我能够感同身受 为什么划了16弄之后会有那么多的激烈的反应 因为这个社区是30年的老社区 他们已经用原来的生活模式 有些人是很不习惯这样的改变 系值又有几条原有免费车的车梗 改为要寄费或者是寄次的收费 分别在我们的张书二路的一个巷弄 那包括还有我们大同路三应二项的六弄 那还有我们西弯路 那最主要的就是过去在不收费的情况下 那许多的民众反应长期都有被固定的车辆占用 那反而是一般的上班族 早上出门了晚上回家 那反而都找不到一个车位能够停放 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要有一个比较公平的机制 让大家一起来停放车辆 立常也强调这是经过交通局相关单位会刊做了结论 并不是少数人的意见 有人说三一二项十六弄30年都没改变 为什么到我这一任内就要改变 这个是因为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在这 未来的一个施政的一个重点 最主要也就要将新北市全部所有类似 我们三一二项十六弄的这样子的一个社区里头 能够将它更宽广的使用这些停车 收费的初期 可能大家有部分的民众会有一些反应说 过去停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收费 但我想部分的民众对于这个措施 还是持比较肯定的看法 大家愿意花一点少的钱 但是希望在下班回到家之后 我们不用再去绕了几十分钟 还早不可以停车会 甚至去违规停红线的一个风险 让大家都有一个公平使用停车的一个机会 三一二项十六弄停车阁改为收费 停车三月上路国有地公有地规划 车格公平使用原则解决长期占用的问题 也提高停车格的周转率 这层惠林细致 出席车也提高兴认的确认 终于这层惠林细致 这是我的人